大家好,我是石玉兰 一起来关心5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来看到 花梨县议会9号上午宪政总质询 蔡英经议员针对了花梨县综合实施方案 第四期山海剧场风雨计划 五自来水地区改善计划 以及山律巷岛等等 四种专业属性人员培育 以及凤林地区去会所 目前新办事业计划等议题提出质询 委员长,然后秘书长,本贵臣秘书长 以及各位议员,各位媒体,记者,大家早 今天上门议程是宪政总质询 首先请蔡英经议员咨询时间50分钟 宪政总质询,议员蔡英经 对于目前的花梨地区使用检疫自来水的部落 是否能够在花东基金第四期的经费 争取到未来四年自来水经费进行严管工程 仍然是看不出实际的规划 对于目前山域事故相当多 希望县府也能够改善登山路线分级制度 并且争取相关的训练课程 与辅导部落考取、证照、创造部落经济 组织部落向导的功能与机会 近三年的山域事故的建树 从109年开放山林政策后 登山人口增加了 那根据消防局的答复 我们从简报当中也可以看到 从110年到112年 我们这里所救援成功的建树 还有人数 那有一些的受伤的建树 那我们想问一下 我们县府是否有改善山域事故的建议 或者在推动路线上面的分级 那还有高山向导领队 高山协助员的卑躬等 是否有管控的机制 那我们现在花莲正在推动这个登山 鼓励大家来我们花莲登山 那我希望呢 在我们的这个登山的向导的正部分呢 可以结合我们部落里面的 不论是猎人也好还是族人 然后请原民处呢 去加强这个培训的规划 然后呢让大家取得了证照 那未来呢 就可以创造更多的部落的经济 那由部落族人呢 带领由部落的向导 来带领大家进到我们的山林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我希望原民处呢 可以在职能培训的部分 可以去争取预算 或编列预算 来进行这类型的这个职讯 然后让我们部落里面呢 能够呢有更多的族人呢 能参与这样我们的观光旅游的行列 或者是对于用我们自主的这个主体性 然后来介绍我们的部落 区会所的部分呢 从上一届第十九届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直对于每个中群 每一个部落聚会所呢 来极力的争取 但是到直到现在哦 在凤林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卡关呢 在聚会所的兴建 所以呢今天呢 也针对这部分哦 跟我们的原民处来做沟通 那未来也要来安排哦 来拜访一下我们的凤林政公所 我们希望呢一起共同来努力哦 让我们的凤林的聚会所呢 可以尽快的呢来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 从109年开放三菱政策之后 登山人口逐年攀升 山域事故也不断的发生 而体育署早在107年将 登山巷岛 塑西巷岛等专业属性的巷岛 以证照考取来分级 蔡宜静议员也希望 县府能够给予辅导协助 让部落巷岛能够有更专业的发展空间 记者零件花灵室采访报道